前两天呢 我们不是搞了一个三角灯的繁殖吗 是吧 然后这几天啊 有很多粉丝小伴一直在吹更啊 问这个三角灯啊 究竟缠软了没有 嘿嘿嘿 我摊牌了啊 这次呢 还是没有成功啊 距离上次啊 把他们隔离起来呢 已经是第四天了啊 前两天呢 我看到这个水草叶边上有几个泡泡啊 我以为快了啊 但是呢 还是没有长啊 就挺失望的啊 你看这个鱼 已经憋得很难受了啊 你看它的肚子 哎 走开 走开 被咬了一口 我的天 你看它的肚子 已经是挺大了啊 之前呢 有一条这个大肚子的三角灯鱼 挂掉了之后呢 然后我去喂龟了嘛 然后发现啊 它肚子里咬破之后呢 有很多卵啊 我猜呢 我猜呢 这一条啊 应该也是如此情况啊 但是它为什么没铲卵呢 这个三角灯鱼的繁殖真的是 哎呀 很麻烦啊 很 没有底啊 这个内心没有底啊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卵啊 铲出来 也是感觉十分困惑啊 你看这条母鱼 浅色一点的 你看从上面看啊 它两边的肚子是撑开的啊 就是这个啊 肚子已经很古了 里面大量的卵 但是没有一直没有铲啊 哎呀 这个三角灯的繁殖真的是 太难了啊 哈哈 我已经繁殖过很多次了啊 都没有成功 我也不知道为啥 这期间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而且改进了很多的这个繁殖方式啊 都是不尽人意啊 难道是他们的年事已高 这三角灯已经是三年多 快四年的年纪了啊 应该也算老年鱼了吧 但是这也不可能啊 难道是最近的天气啊 比较热 我们这边广东这边啊 28度昨天 哎呀 再等两天吧 等天气冷一点啊 再冷一点啊 看能不能会有起作用啊 而且为了促进它缠软 我这个水呢 前两天也换了一次啊 还是没能缠了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只能交给时间啊 让他们慢慢等了